好 第二个 中国的莲花俊玉 中国的莲花俊玉问 请问师尊 弟子第一次报名师尊的姚子金母父母 就梦到师尊家子 弟子身上削了陈业障 弟子觉得师尊附魔消业障的力量 真实不虚 这是他讲的第一段话 他说他报名姚子金母的附魔 就梦到师尊给他加持 消除他一层的业障 他觉得师尊的附魔 我消业障的力量真实不虚 当然真实不虚 我是很认真的在做观想 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附魔炉 我观想这个附魔炉是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上空全部都是附魔炉 不要以为共品不多 这个炉也小小的 一个炉啊 化为一整排的炉 横面的 重面的 整个虚空像供养鱼一样的 全部都是附魔炉 整个虚空全部都是附魔炉 我是真实观想 那个力量就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你梦到师尊加持 身上消了业障 非常好 这种力量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你们报个名 并没有浪费 而是有真实的接受 真的是在消业障 他的问题来了 但是弟子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师尊护魔一谈 给全世界报名人作 力量分摊上 太微薄了 要报名做一人一谈的 针对专谈护魔 这样才能有大力消业障 征服报 还有的说 师尊的护魔 有千转轮法加持 变成千千万万护魔 护魔谈 等于给所有的报名者作专谈 后面这句话才对 前面那一句话是王八说的 他 弟子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师尊护魔一谈 给全世界的人报名 力量分摊失去 太薄弱了 要报名做一人一谈的专谈护魔 这样才能大力消业障 征服报 错了 后面这句才对 师尊座的护魔 有千转轮法加持 变成千千万万的护魔 等于给所有的报名者作专谈 这句话才对 感谢观看